欢迎回到新疆亚剧 我是亚兰 上次我们和大家谈到 朝鲜王朝和明朝有非常密切的往来 我们可以看到朝鲜王朝的国王、大臣 以及民间的服饰都非常类似于明朝 然而在中国历史上明朝灭亡了 后来满清入关 那么作为明朝的分属国 朝鲜王朝又该怎么办呢 当时的朝鲜王朝做出了让人非常震惊的举动 他们说我们依然是大明的臣民 他们拒不承认清朝 后来清朝的皇太极亲自率领十万军队打入朝鲜 把朝鲜的国王和王室成员都围困住 朝鲜这时候才最终承认自己是清朝的分属国 虽然他们承认了清朝 但是依然非常怀念明朝 他们继续用明朝的年号 甚至民间出现明朝最后一位皇帝 崇祯的年号 崇祯200多年这样的现象 比如在韩国的激州岛 有个碑 这个碑上写的是 习牧师尹公街叫名善政碑 而这个碑的最左侧有一行字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写的是 崇祯三丙须仲春 对应中国历史的时间 是清朝乾隆31年 也就是说 清朝已经历经了康熙雍正乾隆 但是朝鲜王朝这边 依然在用着明朝崇祯的年号 而且朝鲜国王孝宗 还亲笔写下 大明天地 崇祯日月 也就是说 虽然明朝亡了 但是朝鲜依然是大明的天地 而朝鲜王朝对外 还宣称自己是有明朝鲜 也就是说 依然是大明的朝鲜 而朝鲜王朝的国王 还专门为明朝皇帝 建了一个大抱坛 以此来纪念和缅怀明朝 那为什么朝鲜会如此的忠诚于明朝呢 其实除了朝鲜王朝 学习明朝的服饰文化之外 还有明朝和朝鲜王朝是患难与共 在明朝万历年间1592年 日本的封城秀吉 他准备进一步扩张自己的领土 他第一个瞄准的就是海洋对面的朝鲜 于是他率领了十万多大军登陆了朝鲜 朝鲜军队被日军打的是落花流水 短短两个月的时间 朝鲜当时全国有八个地级室 已经被日军占领了七个 基本上已经全国快沦陷了 当时的朝鲜王室就赶紧逃到中朝边境 向宗主国大名求救 当时的万历皇帝 立马发了五万兵援助朝鲜 明朝的军队进入朝鲜之后 和日本人打得非常激烈 很多明朝的将领都站在朝鲜的国土上 最终导致日军节节败退 封城秀吉被迫在第二年1593年求和 没想到四年过后 1597年日本又卷土重来 他们再次入侵朝鲜 朝鲜又只好再向明朝求援 于是万历皇帝再次派出十万大军进入朝鲜 明朝军队和朝鲜的军队合力 和日本展开了激烈的战争 经过好几场战争之后 封城秀吉一命呜呼 在第二年1598年11月 日军彻底撤出朝鲜 所以如果没有明朝的援助 当时的朝鲜可能已经被日本所侵占了 但是在此之后几十年明朝灭亡了 而朝鲜的这边很多大臣他们非常内疚 他们觉得是当时明朝的派兵援助朝鲜 才使明朝灭亡 因为当时出兵十万军队 对当时的国力来说其实也是个非常大的支出 军中的粮草、军饷等等开支 是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 为了弥补亏空 明朝不得不加重对农民的税收 但是这却导致明朝末年很多农民起义 比如说像李自成等等 这些很多的农民兵都纷纷起义 而在农民兵纷纷起义的时候 这时候的后金也就是后来的满清 他们也和明朝廷发生战争 最终导致明朝灭亡 当时的后金和明朝廷不断的发生战争 那么朝鲜也参与其中 满清是被朝鲜和明朝两方夹击 于是就决定向弱的那方先开战 后来后金攻入的朝鲜 朝鲜的国王仁祖被后金的兵马纷纷围困住 当时的崇祯皇帝是内外交困 但是他一听朝鲜国王被围困 于是不顾自己的安危 赶紧派兵去援助朝鲜 所以基于这些种种原因 虽然后来大明灭亡了 但是朝鲜国王还是建了大报坛 这个大报坛里面有三位明朝皇帝的牌位 一个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 赐给了他们国号朝鲜 开始了他们朝鲜王朝时代 那一位是曾经援助朝鲜赶走日本兵的万里皇帝 还有一位是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 大报坛建成之后 每年朝鲜的国王都会进行祭祀 从建成之后 朝鲜的历代国王几乎都亲自参与祭祀 大报坛的祭祀是朝鲜王朝后期最隆重的祭祀典礼 还有很多国王也写了很多诗来怀念明朝 比如说朝鲜第21代国王英祖 他就写了一首诗 这里边写道 一皇恩一皇恩 再造翻磅是皇恩 一皇恩一皇恩 命将东元是皇恩 因为他们觉得明朝开国皇帝赐予了他们朝鲜的国号 而且在明朝时代他们学习了明朝的衣冠文物 等于说再造翻邦 当朝鲜遇到危难的时候 明朝的皇帝派兵前来支援 这些明朝的作为都让朝鲜王朝非常心怀感恩 当明朝在的时候 朝鲜的国王王室成员 他们的服饰都是大明赏赐的 当大明亡了之后 就没有人再赏赐他们服装了 他们怎么办呢 好了今天我们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 关于中国的文化还有哪些 我们下次和您接着分享